我想在這一點我國罷免法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就是提議連署的超高門檻的限制 還有投票採取必須超過原選舉區總人口二分之一 然後這個罷免票還要再超過二分之一被稱作這個雙二一的雙重限制 所以我們根據410環權小組就是包括人民做主教育基金會 導國前進戈蘭偉計畫還有國會調查兵團的主張提出的提議連署門檻下修 那以及將投票改採簡單多數決 那有效同意票數超過被罷免人當選的票數罷免案即為通過成功完成罷免 那另外我們也把這個81條第二項關於提議人不得為連署人的規定刪除 那這個是比照像這個公投法這個對市的創制覆決來這個裡面也沒有規定說 提議人不得為連署人的部分 那再來第二點是建置電子連署系統 因為推動罷免案在提議跟連署的階段都要耗費很大的人力物力 那也造成很多這個資源不足的人民還有公民團體其實在進行罷免的提議跟連署的時候是很困難的 所以為了讓這個直接民權的行使更順暢 那尤其現在其實政府機關也開始提倡環保跟少子化的這個電子化的公文為導向 所以我想建置我們都認為建置電子系統的這個連署系統是未來的趨勢 那第三個是刪除現役軍人替代役男或公務員不得為罷免提案人的這個部分 那裡面最主要是時代力量認為公務人員只要嚴守行政中立規定裡面的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利機會或方法 特意影響罷免之進行其實就應該可以回歸公民均有行使罷免之權利 那第四個是刪除罷免不得宣傳要求主管機關負責這個部分 罷免不得宣傳的相關規定是在戒嚴時期訂定頒布的法律 那在最近幾次罷免案的推動裡面其實不斷的被提出檢視 那這種不民主的法律規定應該要消失在這個民主法治國家的法典當中 因此我們主張刪除罷免不得宣傳的規定 那我們到最後一點主要是這個延長連署的期間 那現在的這個連署期間 其實罷免在一般的民眾其實他的認知度相當的低 所以你把這個整個罷免連署的期間弄得很短的話 其實就等於是前置人民主張罷免權的這個權利 不利罷免權的推動 所以我們主張其實不管是中央跟地方兩個層級的這個罷免案的連署期間 應該都要延長 好 以上 謝謝 好 那個謝謝時代力量黨團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法案的處理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件修正常常總共有7個案 那我們已經把這個條文對照表列在各位手上都有一份 那第一案跟第四案這個內容已經宣讀完畢 我們慢慢有處理 那我是不是建議我們委員會 我們先把其他的條文全部做宣讀完之後 那我們再來做一併處理啦 所以時間大概會有20分鐘左右吧 差不多 好 各位可以 各位可以 好 好 對對對 要這個 要有一些事情要處理的趕快 20分鐘後 這個 這個